好 又是一个行车纠纷 不过这个受害的车主呢 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大的 反而是警察 在新北市卢州呢 这名车主他疑似因为超车纠纷 被另外一名车主把车拦下来 而对方很凶 亮出了电击棒 随即他到金山分局去报案 不过这个时候呢 碰到一位员警 他反问对方 说对方犯了什么法呢 这个态度让车主觉得 他不想受理很消极 他又换到了卢州分局 终于报案成功 他的心中就很纳闷 为什么两个分局 会有两种不同的标准 男子一脸不满 拿着疑似攻击性的武器 走到驾驶座左侧 破口打骂 车主说当时车上载了女友 女孩惊魂未定 直说只是要去石门风筝节 大白天的半路却杀出蓝车扼杀 马上到金山分局的老媒 派出所报案 你想要搞我什么罪 我说半路被别人 然后拦下来 然后手拿攻击性武器 这样没有罪 那是不是以后 我会可以去随便路上拦别人 他说那你可以去试试看看 他的态度就让人家觉得说 有点想牺牲你的感觉 报案人认为 金山分局的远警 态度不佳 晚间转到住家附近的 卢州分局 才报案成功 同个案件在两个分局 居然出现两种标准 我觉得一个是说 也没有同理欺难了 所以没有不受理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从受理同理 跟他联络到 卢州当地的本数标 金山分局强调是 配合当事人时间 才没完成手续 卢州分局单一窗口 将案件转回案发地 也联络到恶意 蓝车的男子 男子说是超车纠纷 自己没错 不愿 道案说明 被警方依强制罪嫌寒送 报案人在两个分局 感受大不同 就怕人民保姆执法的 那把尺会让人充满质疑 中文新闻 我叫杨养 新闻时采访报道